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,迪丽热巴最新时尚大片被潮眉睡醒,白开水妆惨遭翻车。 这段时间白开水妆融火得一塌糊涂,表面上看。 白开水妆上手难度似乎比化浓妆低,在美妆界也如此有人气。 是不是适合所有人上脸呢? 不。淡炎系的人比浓炎系的人更适合白开水妆。 比如迪丽热巴妆容就是一个例子,她的五官天生就十分抢眼。 化浓妆能强调她的轮廓,使她整个人更加明艳,辨识度超高。 但强行用淡妆去除她五官的特征的话,不仅失去了原本的立体感。 还缺少白开水妆所要表达的柔和之美。 有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,使得迪丽热巴妆容很难香。 比如迪丽热巴最近刚拍摄的一组时尚大片。 就因妆容被朝眉睡醒,惨遭翻车。 无论是动态视频还是静态大片。 热巴一旦化着纯纯的白开水妆,真的很像睡眠不足。 除了白开水妆大受明星欢迎,在此之前,还有多款网红妆容都被明星们翻牌子。